那怎麼騎車一直晃來晃去的 沒有啊 有啊 我在你後面看你左右一直飄來飄去的啊 沒有晃啦 騎士一路左搖又晃 巡邏員警立刻上前把他攔下 沒喝酒吧 沒有沒有 麻煩停一下 沒有喝酒了 停一下停一下 否認酒駕不過滿身酒氣戳破他的謊言 有車數值0.40啦 欸 超過0.25是觸犯刑法公共危險罪 酒測值高達0.4 酒駕還不承認當場被捕 他是民運人士烏爾開西 民運人士烏爾開西當時就是騎車 經過台北教育大學旁邊警方的藍間店 不過他身上有濃濃的酒氣 但是卻無法交代自己喝了多少酒或是要去哪裡 所以直接被警方帶回警局 31號凌晨1點多 烏爾開西在大安區的酒吧喝了幾杯啤酒 覺得意識還算清醒 直接上車騎了一公里才被攔查 是我的錯 我配合監警 我認罪 然後說行沒有造成傷 以後再也不敢了 然後這是一條無聊的八卦新聞 才用大家時間慎感抱歉 在攔檢的時候雖然該名男子態度良好 但酒駕行為是害人害己 而且違法且具有刑責 任何人皆不得酒駕 烏爾開西夫勳後被吳寶請回 他在臉書坦誠犯錯 不過酒駕已經是全民公敵 身為公眾人物第一時間還扯謊 不認錯 恐怕不是一句道歉就能簡單帶過 記者蝦迅船許志成台北報導